我要來挑戰鬆餅吊包大作戰 等一下我會用這台歌領的鬆餅機 來做我的鬆餅 然後進行吊包 然後看一下我的同事們到底吃不吃得出來 這就是本次的計畫 趕快開始吧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泡打粉還有低筋麵粉 混在一起 加入沙糖 一點點的鹽 一樣把它混均勻 我們現在要來攪蛋跟牛奶 你覺得我們這次的整人計畫會成功嗎 把剛剛那個鬆餅全部都吃掉 你一點點魚滴都留給我欸 我等一下失敗怎麼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把剛剛融合好的蛋跟牛奶 再混進去我們第一步驟 混好的這些麵粉裡面 烤焰奶油加進去 這是我們剛剛已經有打開預熱過的鬆餅機 切抹一層奶油 哇塞好香喔 所以你們三個都是幫兇欸 你們知道嗎 欸你們兩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把它蓋起來 然後這個啊 我們要在旁邊先放個 靜置個15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來用這個 這次買這台鬆餅機 它就會附贈了一個杯子 小小的很可愛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刻度 咬麵糊咬到170左右 再多一點點 就是剛好是它一份的量這樣子 我們就從這個洞把它倒下去 然後下去它感受到有麵糊下去之後 它這邊就會開始自己亮燈 它有分淡跟濃 然後它就是讓你可以自行調整你喜歡的上色程度 就如果你喜歡吃那種 就是焦焦脆脆 然後顏色上的比較深的 你就把它轉到比較濃這邊 然後如果你比較喜歡就是 白白胖胖的 你就轉到淡這邊 你看啊 好可愛喔 這紅蟹耶 這時候就有開始聞到味道了 好香喔 就是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這樣子 有一個傾斜度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因為 它這樣子是可以防溢出來 溢流 而且它很聰明是 它自己會判斷鬆餅到底好了沒 所以好了之後它這邊就是一樣會 叮 就代表了鬆餅已經好了 我們現在打開來看一下 形狀還蠻美的耶 欸 它很好脫落耶 你看 哇 還不錯吧 還不錯吧 攝影師說話 很 很棒 哈哈哈哈 沒錯 就是要這個反應 然後呢 我們準備的是巧克力跟香蕉 因為我們同事又點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要偷偷的掉包了 欸 我覺得還不錯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棒耶 趁它冷掉之前趕快把剩下的都做完 我覺得它很好脫 這對於一個鬆餅機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在咖啡店真的是 清那個鬆餅清到很過大 欸 大家 我們跳舞台終於來了 跳舞台下台來太久了 哎唷 那就是單比較多 來來來 趕快 這個攝影師是怎麼回事 你們等一下知道了 來 趕快吃東西 來 吃 在幹什麼 耶 我的 對啊 趕快吃 超香的耶 超餓的 我要吃啊 我要吃 很美味 好吸手油 很久了 真的好吃的吧 對吧 還不錯 蠻厚的耶 而且很綿密 好像蠻成功的耶 他們都沒有發現 有什麼不對勁 等一下 請問就是 妳有人家瀉藥嗎 為什麼 怎麼這麼奇怪 沒有嗎 你們都沒有發現 我 一直有攝影機在拍嗎 幹什麼 啊 幹什麼啊 妳在買馬上回來嗎 沒有 就是鬆餅其實是我用 哥林的鬆餅自己做出來的 怎麼可能啊 妳耶 等一下 轉盪之後 那個機器沒壞 今天的挑戰 成功